我们来学习这款很平整 有点像平针的丝法 这款花形我用的是两个颜色来编织 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根据你喜欢的颜色来编织这款花形 而且这个像平针很平整 反面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编织 第一步我们现在起身 这款起身一样的凹了倍速 现在我们把抽下来一根棒针 然后我们执第一排 提咬绳丝第一排 提咬绳丝第一排 放近一点看 我们先吃 这样滑上去一针 这样滑上去一针 两针 两针 一起吃 好 滑上一针 两针 一针 一针 两针两针的吃 滑上一针 再次留一针 一针 一牙 每一次编织都是两针 只划下一针 划下一针 划下一针 然后把这针放下来 这针继续再编织一次 编织好 第一排吃好以后吃第二排 第二排编织 再两针这样 然后划下一针 再来两针 正面针也这样 两针两针汁划下一针 先把拉得紧 拉得紧的话也不好编着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下针 再来三针 放松一点 再来两针 现在继续变色 一样针 最后两针合并 最后一针单独织一次 然后我们就换个颜色 换颜色一样的是反面 颜色之后换 我们把黄色换上来 感谢观看 所以换颜色以后 根原来我们是两针 这样编织 然后呢 还剩下来 一样的两针编织 就是两针两针这样吃 然后划下来一针 就是两针编织 编织 反面 最后一针 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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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排 吃法一样的两针 在顺便吃平针 两针这样吃一个平针 然后把一针放下来 划下来一针 再继续从这里穿过来两针合并 下来一针 一个颜色编织两排就可以了 正面支一排 反面支一排两排就成为一行的花形针 但你想要编织一个颜色 四四排也都可以的 看你是需要的颜色高度来编织 看 按下排我又换蓝色颜色编织 我两排两排的织 它的颜色就形成了这样对比 很漂亮 对于这管花形丝法 大家还有什么不了解的 在我评论机上留言 简单 可爱 漂亮的一管花形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